路透社惊天爆料 美国舆论战诋毁中国疫苗 两党斗争白热化还是盟友被刺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咱们得谈一个大事了 在我关注国际关系的这些年 只有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 可以与这件事相比美 路透社2024年6月12日调查报告 五角大楼在疫情期间 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秘密开展反疫苗运动 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首先讲一讲时代背景 2020年新冠疫情 中国扛住了第一波 立刻恢复生产 成为了民主世界的兵工厂 这个时候与之相对应的美国 由于大流行的惨状 与影像的世界交汇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 中国防疫的高效和美国防疫的拉胯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时候因为中国的大工业生产 口罩防护服 试剂盒畅销全球 而美国在这个时候 因为物资短缺 差点翻阵割据 与此同时 从2020年3月开始 一场围绕着疫苗的大决战 在中国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 首先问世的通过验收的是中国的科兴疫苗 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计划通过国家援助形式 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发防护工具和疫苗 并且派遣专家协助防疫 对于此时的美国政府来说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 如果失去了一些关键第三世界国家 就非常的不好办了 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的故事 根据路透社 五角大楼在疫情期间 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 诋毁中国的科兴疫苗 目标之一是菲律宾的公众 后来扩展到东南亚和中亚地区 根据报道 行动由美国军方执行 开始于2020年3月 五角大楼针对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当地民众 开展宣传活动 利用多个平台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 诋毁包括来自中国的口罩 试剂盒和科兴疫苗 同时美国军方被禁止针对美国人进行宣传 有人问怎么看 首先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美国有没有能力干出这种事 咱们这么说能做出这件事来的只有美国 我们之前呢也分析过北溪二号被炸的场景 到底是谁干的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这样的 能炸毁北溪二号的就那么几个国家 想炸毁北溪二号的 而且有这种时间的恰恰只有美国 这一次呢与北溪二号不同 能动用网络水军通过宣传舆论战 全球诋毁中国疫苗的这种事 只有美国可以做得出来 美国在全世界通过自己的非政府组织 培养了大量的小旺旺 通过这些人传播美国的虚假信息 是可以做到的 只有美国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那么第二个问题 美国真的会做吗 这么说我要是美国 我一定会做 为什么 因为我对美国的了解 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家 不要忘了 它是一个以种族主义立国 处事方式极端现实的国家 完全的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计任何代价 哪怕价值观 宗教观拉满 它也是非常现实的 实际上 它向来就不讲什么道义和价值观 只是用价值观来粉饰太平罢了 所以路透社爆出这种事 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一点都不感到怀疑 但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种事是不能说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事一旦被曝光出来 而且是在做了以后 没几年就给曝光出来 对美国的影响力 国际地位都有巨大的影响 就别说美国的长远利益和地缘关系了 而且这是怎么曝光的 路透社到底是谁的媒体 英国的媒体 美国英国什么关系 别忘了大英帝国是谁干掉的 美国的事情通过英国的媒体被曝光了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也就是说 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 尤其是大国竞争的角度 特别是与中国这样的对手竞争的角度 这种事你做了永远不要说出来 或者等着美国战胜了中国以后 把这个事说出来 当成一种教育的范例 然后再可以提升一波影响力 这么做才是真正的美国现实主义的体现 但是这个问题变成了什么 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曝光出来 那美国是什么 那美国就是反人类 就这么直接 还是那句话 做就做了 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是你现在把它曝光出来 对国家利益的伤害是巨大的 举个例子 路透社就给了一个现成的例子 在菲律宾 美国的宣传非常的成功 中国的科兴疫苗被完全抵制 因为美国宣传说 中国与杜特尔特暗中操作来攫取南海的利益 最后菲律宾民众对疫苗产生了怀疑 1.14亿的国民当中只有210万人接种了疫苗 导致在大流行期间大量的人员因病死亡 这个影响是非常坏的 因为它的初始目标是降低或者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可是现在呢 适得其反了 原来作为美国的盟友被这种方式对待 这什么意思啊 美国的这套计划不可谓不周密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为了国家利益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抛弃任何道义在21世纪实属罕见 也就美国可以把它做出来 让我们呢 来分析一下这样的战略 美国的主要针对目标是东南亚和中亚地区 中国未来两个推行自己影响力的方案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中国全面的布局东南亚和中南半岛 另外通过中级乌铁路和一带一路 与中亚地区进行无缝对接 美国判断是对的 这个战略是非常高明的 特点是什么 美国在这些地区守不住了 当地呢 有相当的中国影响力 而且呢 当地国家的内部有非常强烈的亲中势力 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小旺旺 还有特别多的资源 不用白不用 而且像菲律宾泰国这样的国家 表面的政府非常的务实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为反对的 而且非常的魔正 而且这样的情况就给了美国可乘之机进行宣传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中国有防护服务 中国有防疫的工具 中国有疫苗 只是中国的影响力表面上被削弱了 没有把疫苗派送到菲律宾 派送到泰国 派送到中亚地区 但是这些国家又不产疫苗 美国又搞了一个美国优先 最后的结果变成了什么 他们变成了怀疑疫苗 然后还没有疫苗 最后的结果不就是这个吗 等同于什么 美国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然后呢 不惜牺牲这些国家的普通人 这就是美国在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了 你做了这件事 你别给他说出来啊 你不给他说出来 一切照旧 你要是给他说出来 咱就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 考虑问题了 咱就得从一个道义的角度 考虑问题了 美国是什么 美国是反人类呀 美国已经失去了 对整个世界的领导资格呀 这是关键啊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我们也看到了 他向东南亚 向中亚地区 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进行宣传反疫苗的思想 但是他不向美国人宣传 为的是什么 首先在这件事情的早期 2020年3月的时候 物资短缺 美国还需要中国的防疫工具 为什么要让第三世界得到呢 另外一点 美国的药厂 给他足够的时间 去推动自己的产品 在美国辉瑞和摩德纳 推出自己的疫苗之后 美国会在全球享受垄断地位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 通过美国的反向宣传 通过美国的抹黑和诋毁 没有人再相信中国疫苗的作用了 还是那句话 这个事你做了 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说出来 给我烂在肚子里 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了 现在路透社给他曝光了出来 那么美国的行为就是反人类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任何代价 宁可牺牲大量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命 不把他们当人看 这个美国在世界上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有人问曝光这件事的人是谁 大野猫的分析呢 四种情况 首先一种情况呢 是美国军工和制药集团内部之间相互拆台 比如说美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军工集团和制药集团 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好处 他们得到美国政府的投资 但是有另外一批军工集团和制药集团 他们没有得到投资 那怎么办 别忘了美国现在产业空心化 很多的厂子 很多的企业需要美国这笔投资才能存活下来 那既然他没有没有得到美国的投资 那么把这件事曝光出来 同时相互拆台 这是一种必要 但是呢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当你这种宣传 当你这种调查 在经过美国的强力部门 在经过美国的情报部门过滤之后 这个事是肯定不会让他发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国家安全领域的考量 第二件事就是斯诺登孤狼行动 或者呢 个人良心发现 美国呢 有人把这个事爆出来 然后说美国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人跑到第三方的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 比如说其他地方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事 美国情报部门 在2013年出了斯诺登这种事之后 他进行了一番改革 而这样一番改革 恰恰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三种情况 是美国的民主党 为了选举刻意曝光 美国的特朗普 在疫情期间所做的事 而且呢 路透社的描述 也是有鼻子有眼 非常的贴切 他这里边讲到了 反对疫苗 而反对疫苗 恰恰是特朗普 在执政时期所做的事 因为他要骗取红脖子的选票 而且呢 特朗普时期呢 我们也知道 在抗议最严峻的时候 他在干什么 他在建议美国人 吃强绿魁 和往血管里 打什么漂白粉 这种情况 这种反制的行为 是特朗普政府 为了选票而做出来的 所以呢 他这种描述呢 非常的清晰 给人一个感觉 这肯定是特朗普干的 因为特朗普政府 非常的反人类 在伊朗遭遇疫情的时候 持续的对伊朗进行制裁 不给伊朗发放物资和疫苗 而且同时呢 不让伊朗运用美元 来购买这些物资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个反人类的行为 也就是说 反制 反疫苗 为了选票 反人类的行为 把它撮合到一起 使得这件事变得非常清晰 就是特朗普政府干的 而且这件事发生在特朗普时期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说 美国的民主党 等于说告诉全世界 特朗普政府是反人类的 而且告诉美国人 告诉美国这些中间选民 这种事特朗普干过 而且呢 他们正在做 正在诋毁 正在毁灭 美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呢 我呢 依旧对这个事呢 有怀疑态度 什么叫怀疑态度呢 民主党凭什么 要把这种事曝光出来啊 他难道不知道 这种事会影响到 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吗 他应该知道 而且民主党手就干净吗 民主党手也不干净啊 民主党搞的 全球的颜色革命 比如说阿拉伯之春 这都是民主党搞出来的 也就是说 共和党在民主党手里 有一大堆脏东西 民主党在共和党手里 也有一大堆脏东西 别到时候 共和党也一个一个的 把民主党干的这些事 全给爆出来 那美国成什么了 美国难道要搞 所谓的新思维和政务公开吗 这些东西公开了之后 他否定的是谁啊 他否定的是美国呀 你闹着玩呢 美国自己否定自己 我说你疯了你啊 这个东西让我呢 不理解 为什么 如果美国想搞新思维 自己否定自己 你想干什么 你立好的是谁啊 你别忘了 你在全球的竞争对手 可是实力上 甚至要超过你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你等于说 做了这件事之后 把整个第三世界 拱手的让给了中国 难道你美国 不知道这个吗 为了两党之间的斗争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态势 这美国可以承受得了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保持一个怀疑态度 我比较相信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是英国曝光了美国 军情六处 不想跟美国混了 为什么 英国马上要大选了 最近几天 英国的报道非常的蹊跷 先是经济学人 一反常态 说中国成了世界的创新大国 然后呢 又曝光了美国舆论战 诋毁中国疫苗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不是等于说 军情六处 一直都在盯着美国不放 一直都想复仇啊 你当年把我的大英帝国废了 那我在关键时刻 我把你的美利坚帝国废掉 也是可以的 英国现在看到了 美国的霸权要支撑不了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把美国往火坑里推一下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比较相信是军情六处 是英国曝光了美国 一方面告诉美国 我不想跟你混了 另外一方面告诉你 你的霸权结束了 那有人问 这件事的影响是什么 首先一个 做美国的盟友是非常危险的 在北溪二号我们看到了 是欧洲各国 在这件事我们看到了是菲律宾 第二个呢 美国作为一个健康 有希望的力量的形象 再次遭到重大打击 美国不惜一切代价 来完善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使得全世界怎么看美国 美国是一个反人类的国家 第三个 对于美国的媒体 社交平台的垄断 迫使第三世界国家 呼吁第二套体系的必要性 再次被提及 现在在航空航天领域 我们看到了两套系统 在货币结算体系 至少我们未来要两套系统 在传媒 我们可能也会经历两套系统 而且这一个时间点快了 现在我们知道 谷歌的GMS 谷歌全家桶 垄断全世界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HMS 形成于谷歌的两套系统 这个HMS 不是加沙地带的那一个 还是那句话 美国这件事你做了 但是你别说 你说了 你就是反人类 对于中国来说 那是巨大的利好 大家怎么看 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 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评讯